我們這個高雄的觀點 看這個犧牲的體系 那事實上我覺得台灣的轉型跟整個東亞國家一樣 東亞發展型的國家在包括南韓 包括台灣包括日本 我們看到都是在一個核設跟犧牲的體系底下 在做一個經濟發展 但是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 當然看起來表面上有它的競爭能力 但是事實上其實非常多的環境跟腦洞 那剛剛各位看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是這樣的轉型的變額 當然看起來是很困難的 但是一個國家如果要 我們看到現在更先進 剛剛嘉義教授講 整個全世界在朝向綠色經濟的轉型 這麼艱困的整個經濟開始跟產業開始 還是需要規劃還是需要進行比較深刻的轉型 好 接下來我們請腦洞教授報告 在場的各位朋友李院長 張副長長 還有其他的前輩 我是高雄韓 估計大家選候文明 那我本身的訓練是在工程學院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呢 其實在高雄我們看到的 其實是台灣更需要大家投入解決的問題 就是上面幾位先進所談的 各種都是在台灣現代社會裡面所需要面對的科技議題 它不再是一個單一過去領域的社會系 法律系 機械工程序所可以解決的 所以呢後來呢就是像周老師提到呢 我後來進入的就是科技與社會領域 那是一個新的跨領域的學問 那今天想來跟大家談就是 今天頓潭的主題是空氣污染能源轉型 那它如何能夠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公民議題 那在場的很多公民團體呢 其實一直在呼籲 但是全台灣的人民呢 主要是提到大家都開始有了感受 然後下一步呢 那像老師提到說政策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台灣自取一個民主國家 那現在發生的很多社會上面的各種議題呢 都需要我們大家共同的參與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來談 怎麼樣育成我們的公民科學 那其實你寫出來 我覺得學院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剛剛提到 沈老師有介紹到說 高雄氣泡造成的災難是什麼 那在歷史上的事件來看呢 工程相關的災難 它一旦發生了之後 都會促成重大的反省跟改變 那其實這也是工程的本質 工程的本質是建構在不斷的從事 錯誤上面的 那有一個工程哲學家告訴我 他說工程師在過去工程師養成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都想不到這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件事叫做文書記載 好好的記錄我們做了什麼設計 什麼地方會壞掉 什麼地方會work 所以後來的人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但是今天你隨便叫一個工程師 叫他去好好做文書 他一定不想理你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這些專業 他已經背離了他原來發展的一些原則 鐵達尼號沉默的時候 馬上當年1914年 大家就討論到說上面有哪些缺失 救生設備不夠等等 馬上就形成了共識 就是有了海上人民安全公約的出現 那再來是美國的挑戰者化太空松爆章 那之後也組成了委員會去調查 那調查的結果就是 NASA的組織文化還有決策過程 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其實真正的原並不是那個小小的ORIN 它壞掉了 重要的是說怎麼樣這個組織運作 讓這件事竟然可以發生 所以它其實後來變成了很重要的 工程安全跟工作倫理的一個重要的案例 那我們很想問說後7號時期 高雄市政府或者是台灣社會 台灣的學界到底做了什麼樣的回應 就是重建 就是高雄市政府其實很在意重建 那我們知道重建是一個非常立即性 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但是重建之後呢 其實後續的該製本的事情做的真的不夠多 那他們有做了一些調查 其實發現這些所有的問題之後 講到回來就是說 這個專業訓練是不足的 化工的專業訓練不足 還有我們緊急應驗的專業訓練不足 那我們台灣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 在大學裡面唸的是工程相關科系 那台灣培養出來的工程師 在全世界人均來看呢 是最高比例的 數一數二的 台灣這麼小的島培養出這麼多工程師 那我們所引以為要的工程專業呢 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那我舉例是在期報之後呢 查了一下美國密西西里州 他2017年有一個類似的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我查到他相當完整的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他檢討報告之後 後續要求的改變是什麼 他其實這些東西呢 他漢線公共教育不適當 緊急事件公共能力不足 然後呢 他除了 他也對主管單位提出建議 說你的檢查工具呢 必須要持續的研究發展 了解材料特性 還有一些係數數據的收集 然後這些研究的結果 必須要加以應用執行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你還要有一個公眾教育 由管線使用者來提供 管線使用者就是 公司 那地方政府的監督人員呢 也必須獲得定期的訓練 而且還有他的專業協會 就是美國學化業專業協會 也被要求說 這個 對911人員的訓練呢 必須是你捨自 學化業必須做的社會服務 那剛先生老師有提到說呢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入法 那是應該入法規定他們做什麼 並不是大家都去國小 捲燈泡 都去天遠山區捲書 他其實應該做的是徹底 徹頭徹尾的 把他這個企業跟社會互動的地方 徹底的做好 那這樣子的概念呢 在我接觸的企業裡面 這樣子的概念其實他們還不被了解的 我剛從花蓮回來跟雅妮的品管的 花業主管談過 他們其實完全沒有什麼太大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是社會大眾 如果你的周圍跟任何工廠公司有關係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強力去要求說 我們要的是怎麼樣的企業社會責任 那這個提到說 就是這個公司擁有者 他除了必須做安全指引資訊 他必須做公眾教育911 這些都是他們應該負擔的部分 所以他講了很多單位 綜合來講 就是我們必須要做更多的專業研究 那剛剛小老師提到說 其實過去的這些研究 它的好像效能會越來越差 效果越來越差 然後越來越不容易做 所以其實現在應該做的 不像是過去做的一個研究 然後兩年內可以市場花賺多少錢 現在做的研究 就像李院長提到的是要保命 現在做的研究是 我們必須要建立什麼樣的檢查工具 我們必須要建立什麼樣的模式 才能夠讓社會在運作的這個工業系統 能夠跟我們一起安全的下去 甚至好好的decommission 核電廠如果要decommission要消除的話 石化廠要消除的話 這些應該怎麼被做 那這些相關的工具跟知識 其實我們不太發展 大家有興趣可以查一下科技部的計畫 看他們都補出什麼樣的計畫 它還是奠基在一個舊的概念裡面 就是我們要持續發展 那其實現在做的應該是一個檢討基礎設施 維護基礎設施 甚至能夠去除不適當設施的一些研究 那這些研究成果必須被應用跟執行 那公共交易很重要 必須是公司的責任 那這個相關管理單元必須去要求 這些公司做這個事情 緊急移民人員的訓練 剛剛周老師提到說 相關人員他們的器材跟訓練 其實是沒有資源提供他們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都應該被放在要求裡面 那於是我們提到說 公民的暫定科學素養 應該要有哪些事情 那我們來自於高雄 那我們不是住在山上 只是住在海邊 其實大多數的人 台灣西部的人都住在城市裡面 我們應該要有的在地的科學的理解呢 其實是我們在地所屬的社會 那個環境 那以高雄來講 我們學校是在武清牆旁邊 大師工業區旁邊 南子加工出口區旁邊 其實我們就會希望能夠了解 這幾個工廠運作的特性 他們使用哪些物質 哪些物質可能是有害的 哪些物質如果洩漏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避免 甚至我們可以及早通知這些公司 如果他們沒有注意到的話 那這樣子的概念呢 在全世界其實也已經在啟動 那台灣其實有非常急迫的需求 做這個事情 那這方面的做到的還比較少 那這次高雄在埋害的時候可以看到 把我到了都看不到 那高雄我們非常密的工業區 也就是說 就剛剛提到了高雄市的居民 或者高雄市的小學 都應該要對空氣污染空氣品質 還有一些石化產業的內容 應該要有所了解 那並不是全台灣的小朋友 都要 都必須要地線的去理解這些人 駐山上的孩子 他要了解山林的災害 駐海邊的孩子 他要了解海洋生態跟保育 還有自省的一些能力 但對高雄的孩子來講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還有雲林還有家裡 土裡很多地方的孩子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案例 那日本在九一核災之後呢 很多人就發現說 我需要知道我自己的安全 所以結果呢 蓋格基礎系賣得非常的好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蓋格基礎系是什麼 可是那時候台灣做的蓋格基礎系 全部都拿去賣給日本 那日本呢很多媽媽 因為日本大部分媽媽 帶小孩人手一直到處測 測完之後呢 全部上傳到地圖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掉起來 大家就知道說 哪些地方是有問題的 好 那這是台灣自己的努力 就是G0V 不是GOV 是G0V 是我們的民間的資訊 資訊人力所組成的臨時政府 就把一些空屋的資料 能夠做視覺化 所以很明確就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中部有這麼大一塊的 這應該是PM的那個濃度 所以公民基本的科學素養呢 必須要認識台灣多變的環境 台灣雖然很少 但是環境社會條件通通都不一樣 那除了在地的多元的本位的課程之外呢 對於國家的世界的還有空氣能源 如果我們這一代認為這是台灣未來 必須馬上立刻要重視的課題的話 它就應該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面被談論 變成一種基本知識 那我之前跟過一個案子 就是一個社區跟旁邊的工廠一起做公民監測 那這樣呢他們創造了公民對這個東西的覺知 也留下了證據喔 那對後來工廠的改善 結果很大的幫助 那國家做了什麼 那這裡有一個GRB政府研究資料系統 可以看到做什麼 快看一下 這是空品 空氣品質計畫的研究 那這是空氣污染計畫的研究 不知道為什麼在90幾年說突然不研究空氣污染了 然後這個是空氣品質相關研究是哪些部門 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還是在理學醫學工程 可是空氣品質是一個相關於人生活的 每一天面對的事情 那於是在其他人的領域喔 在人文社會的領域 它可以用這樣子的觀點去談空氣品質對達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那可以看到我們過去的研究還是高度的集中在技術的開發上面 那特別是這個大於一千萬以上的研究 十二天是來自於經濟部技術處喔 那大家知道經濟部有它特定的觀點 所以我們特定的目標 那所以可能還是有其他的 其他的計畫能夠分擔到其他的內容 那PM2.5現在已經立法了 而且大家都很有感覺 那我提出來有PM2.5這個案例做成一個典範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學習到重要的項目是什麼 一個就是它有危機 那說說火光石的話 再來莊秉潔老師是投注於台灣在地的研究的建立 然後他其實做了一個非常勇敢的 以學術界人來講 他做了一個非常勇敢的跨領域的應用 而且他大力的去推廣喔 那不畏懼對話歡迎對話歡迎挑戰喔 而且這樣子的東西呢 在而且在管制上後來公民團體的帶領 我們跟國際接軌做一些連結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成功的案例喔 我相信很多相關的議題都可以有類似的方式能夠達到我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呢還有需要加入說科學自身的反省喔 對這些事情倫理觀點的討論還有一個跨領域的思辨 所以這些東西我想這邊再解 我覺得真的我完全幾乎沒有看到 而且事實上我昨天準備這種影片的時候其實非常非常的難過 是在於說呢台灣社會中對於工業運作的了解真的很缺乏 那這個不是我們的基礎知識喔 那很遺憾的台灣工廠非常的多 那專業學會呢 他的社會者的角色呢真的太少 我們有中華工程學會 我們有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現在做工程教育認真的 那我們有化工學會 那其實在事件之後呢 大家都進場上 那我曾經在一個會議上 當場問過這個問題 那上面的講者他是在談了工程倫理 他就說這個問題不適合在公開場合談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我自己有教工程倫理 我們都談這個事情 但是在更大規模的更官方的舞台上 他們從來不談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非常的難過 我們可以看到 回溯到最剛開始我講的 災難之後就是改變的開始 就是我們應該為下一步 另一目標的開始 但是台灣的專業學會 真的還要很努力的在走 所以我在這裡要提出說 我們的工程教育 然後我們的科技教育 是應該以負責任的工業為本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發展 就是未來永續的 永續的經營是才有那樣子的人才 那再來就是我們公民科學呢 必須要有專業支持建立一下公民科學 所以這樣的科技議題呢 它的門檻才能降低 它不再是個門檻 它是大家都要參與的 那我最近的一個體會就是說 其實開車是一件很技術的事情 很科技的事情 很物理的事情 也很社會的事情 可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探望 大家都可以在路上好好的行動 所以我想這個 大家未來一起共同面對 空氣溫然跟能源轉型 一定是有希望的 謝謝大家